关于地铁逃生中的冷知识 兄弟们啊 需要这种两个箱子 安心的情况下 我们只要站在中间 就可以同时开两个箱子 冰桥新版本的加密箱 也是有所改动 现在呢 我们的加密箱只有十的空位 按照以前 如果我们想塞二十重量的变卖物 我们需要手动调出来一个 不然放不进去 现在呢 直接塞到加密箱里面 系统就会自动分进来一个 挖矿器里的矿石啊 如果不减的话 五分钟左右就会消失 不要再说什么 矿石又被叔叔通了 我们叔叔可不被热过啊 还有啊 我们的工作台 是可以用加速券加速的 没有加速券 是可以在黑市直接买的 不要再傻乎乎的等这么久了 还有还有 平常打架的时候 我们可以新点换子弹 再点开箱啊 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做到 兵换子弹兵开箱了 在打破时的时候呢 这老灯啊 会用火球灼烧我们 只要在他经火球的时候 把火球打掉 这样就受不到灼烧了 关于地铁的冷知识 天成只知道这些了 兄弟们还知道 哪些地铁逃生的冷知识呢 开心一笑 最重要 我是天成 点个关注吧 就是啥子弹烧 啥子弹烧 啥子弹烧 非常吃小铁的